感情世界和油管上面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财经漫谈 我是童馨 中国股市跳水越跳越深 虎吸近60万抄底被套了 港股19万亿财富灰飞湮灭 40年来最大的危机是什么 5万亿菜银大市场迎来了年关 为何老板们却艰难杜劫 UPS的一则财源新闻释放了哪三个重要的信号呢 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聊这四个话题 星期二的中国股市再次跳水 比星期一还惨 1月30号A股市场再度大幅下跌 户指下跌了1.83%到了2830.53点 创业板指数近四年半来首次跌破了1600点的关口 市场上超过5000只股票收跌 80多只股票是跌停了 根据WIN的数据显示 A股总市值单日是蒸发超过1.7万亿元 如同我们昨天在节目中说的 中共当局怎么出招 从降准到证监会发声 中共的总理和副总理都出来呐喊 还要将央企市值管理纳入考核等等 可是不管中共的官员们怎么呐喊 甚至大量的外资都冲进去了 股市还是跌得很惨 中共说的党管金融党管股市 但是股市的表现却是一副完全不听党指挥的节奏 其实和昨天我们分析是一样的 中国的经济基本面没有改善 没有能拉动经济增长的产业和政策 市场信息不会那么容易恢复的 股市的实况其实也是和昨天一样的 国家队只就中共的亲儿子 中字头的那几只股票 剩下的就让它自生自灭了 网上也出来了一份国家队互盘的主力名单 包括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 交通银行 这种金融股 还有三桶油的中石化 以及其他中字头的央企等等 其实不用看这份名单 大家简单看一眼 就那么几只股票在上涨 是哪些股票一眼就看清楚了 还是那句话 中共的钱袋子不能空不能憋 得把钱往他自己的这个钱袋子里面赶 所以意思就是 国家队买什么 你们这些韭菜就跟着买什么 中共要的是韭菜们的钱 不过中国股市总是有那么一点有意思的事 还能让大家开心的一笑 是什么呢 就是胡锡进抄底被套哭云在厕所里了 北边洋投资发文说 胡锡进抄底60万被套了 大家记得几天前 胡锡进补仓了12万 本金上升到了60万 他在前几天还说 他说他悟到了炒股的秘诀 那就是只要大盘赶跌 你就勇敢加仓 不断的加仓 然后大盘就会涨起来 等到它涨到一定程度 比如3000点的时候 你再卖出 反复这样操作 你就能赚得 博满 盆满 谁知道 这一切只不过是 胡锡进的一厢情愿 这两天跌了这么多 昨天的大盘跌了 今天的大盘又跌了 那北冰洋点评说 胡锡进在股市中抄底失败 不得不面对自己的投资损失 这一情形让他深思 一方面是 股市投资中 追逐短期利润的做法 是相当危险的 第二个是 投资领域没有任何的捷径和秘诀 可以确保成功 虽然这些深思熟虑的总结 也是老生常谈了 但是看到胡锡进冲进去之后被套 股市还在大跌 相信仍会让不少人开心一笑 当然也是给大家的一个视镜 那我们也知道 胡锡进靠的是做舆论赚来的流量 根本不在意股市亏了多少钱 所以如果没有舆论流量做后盾 补上股市的亏空 大家还是不要在中国股市幻想着来抄底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港股 港股周二跌的也很惨 横指周二大跌了373点 再度输首了1万6的关口 但是港股周二的大跌和A股的逻辑还不太一样 离岸人民币账号发文说 万万没想到港股快要跌残了 正在陷入40年最大的威胁 2020年至今是狂跌了4年 恒生大盘惨遭腰斩 恒生指数是在1964年成立的 历史上其实只出现过两次的三连跌 那如果今年再跌就是五年连跌了 文章说这种跌法真是丧心兵狂 在全球主流资本市场中 只有倒指在近百年出现过四连跌 原因是美国当时陷入了1929年的大萧条 那么作者认为危险是什么呢 就是流动性快要枯竭了 文章说2023年的港股成交金额是23.6万亿港元 日成交仅有一千多亿 而人工智能的大牛股英伟达这一只股票 去年日均的成交额就高达1300亿港元 港股全市场的流动性都不如一只股票 所以说港股已经陷入了 无底洞下跌 加上流动性萎缩的死亡循环 文章认为港股暴跌的三个原因 分别是一美元加息 二中国大陆的宏观预期疲弱 还有就是中美地缘政治 但是这些都不能解释 为什么港股要从2020年开始跌呢 因为这里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 相信作者也知道但是不敢写 就是2020年港区国安法实施 所以也是同一个思路就解释了 周二港股为什么会大跳水 跳得比A股还惨 因为港府并没有吸取过往四年的教训 一个港版国安法把香港 从全球金融中心之一 砸成了全球金融中心遗址 全球金融中心废墟 现在还不知道当局是出于 什么样的政治目的 又喊着要搞23条 香港特首李家超在1月30号宣布 正式启动基本法23条立法公众咨询 在危害国家安全七宗罪上 还有再加上一项境外干预罪 按照李的说法 相关立法的准备已经进入最后的阶段了 大家想一想 这自己能不赶紧跑吗 不知道港府现在是不是抱着一种 要移平了香港这个金融废墟的心态在做事呢 我们再看一看中国大陆民生方面的情况 年底的12月到中国新年之前 理应是每年的开年小旺季 大家苦等了一年了 都想在中国新年前再赚一笔 但是与往年不同的是 大陆很多老板在吐槽 1月的生意太难了 根据网友的描述 说今年1月份除了元旦那两天的回暖 接下来的生意都是格外的惨淡 有人形容12月份是腰斩的话 1月份是直接斩到了脚脖子 大陆自媒体账号餐饮老板内参撰文说 年底报复性的关店来了 文中提到重庆一名面馆老板 坦言说关于生意惨淡的氛围 他说从去年9月份之后就没有停止过 整个市场消费能力和活跃度 似乎在节节败退 比如他所在的重庆红崖洞商圈 算是重庆参与流量的核心 以前元旦之后到中国新年期间 是人山人海那都是常态 流量往上走的趋势都是十分明显的 但是这位老板今年就非常疑惑 他说今年非常反常 人都去哪了 河南郑州李军丽烧烤老板 在1月26号发了一条朋友圈 感慨文博路餐饮一条街是全部沦陷 朋友圈附上了六张图 张张都是无人区 文章说不仅是郑州文博路 长沙开福区五矿利物广场 重庆观音桥附近的一条网红美食街 广州某夜市等全国多地的餐饮聚集地 陆续出现了组团式负面的情况 即使位置不差 旁边有写字楼也有小区 这样的商圈的餐饮 依旧没有等来2024年的春天 文章说在魔幻的2023年里 随着价格战激烈开打 再叠加理性消费的心态 餐饮赛道的低价局面已经形成了 低价竞争必然会在新的一年持续下去 然而价格战只是表象 更加令人焦虑的是 整个市场的供需关系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新店猛开商圈猛招餐饮 供应远大于需求 还有老板苦笑说 现在客户都不够用了 前一阵子一个话题是 小伙80万开面馆 仅6天就有濒临倒闭的话题 冲上了热搜 老板无奈向媒体表示说 人流量大 但是禁电的客人并不多 财经作家吴小波频道 近日公开了一组 奇查查提供的数据 说去年新开的餐饮 相关企业是318万家 但是吊销注销的数据是 135.9万 而这个135.9万中 有28.8万是属于 一年内成立就倒下的 也就是说这些餐厅的 全生命周期还不到一年 连吴小波都感慨 2023年的餐饮行业 复苏和消亡的烈度之强 远胜过过去三年 距离中国新年也就是十来天了 可是大多数餐饮人 心情却是五味杂陈 苦了一年 熬了一年 本想着元旦之后 蹲一个肥年 但是目前开来 多少有点力不从心了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元旦之后又有一波 更加凶猛的折扣潮来袭 很多门店推出了 一折两折的力度搞促销 成都甚至还出现了 6块6的火锅套餐 让不少煎熬中的 餐饮人直户惹不起 文章最后说 这个年关可能会成为不少餐厅的生死劫 中国5万亿餐饮大市场下 焦虑的餐饮老板们正在艰难的堵截 今天节目的最后 我们来讲一件美国企业裁员的新闻 那很多人是说 我们也不关心美股 或者我们也不投资 你讲这个干什么呢 并不是做投资 才要了解经济的新闻 这些新闻很多内容 其实都是来自于民生 政府公布的这一批数据也好 失业率 空缺职位 消费指数这些数据 很多时候太宏观了 很多人对这些数据 并没有切身的感受 感觉就是一个数据 但是比如说下面这条新闻 美国联合包裹服务公司 就是大家熟知的UPS 在周二表示 他说计划今年裁减 大约12000个工作岗位 此举会为公司节省10亿美元 大部分裁员将针对 全职和兼职的管理职位 还有合同工 公司高管表示 当包裹量恢复时 他们预计 这些职位也不会恢复了 那为什么要裁员呢 此前公司说 由于国内和国际业务量下跌 2023年最后一个季度 公司的收入减少了 那当然了 在商业社会 业绩好的时候招人 前景不好就裁员 这很正常 但是需要裁这么多吗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是说UPS大约有 8万5000名管理人员 在全球拥有大约49.5万名员工 但是不管怎么看 这个裁员的人数还真的是不小 除了市场的前景 还有就是 公司首席执行官说 公司正在利用人工智能 和其他新技术 来维持和提高公司的运营 那么UPS裁员 还有一个看点 就是在UPS的 这49.5万名员工中 其中大部分在美国 负责处理和运输包裹 并且加入了工会 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 工会员工不受周二宣布的 这个裁员影响 这一条裁员新闻 其实包括了很多市场的热点 比如美国的经济前景 因为UPS的财务业绩 通常是美国和全球经济的晴雨表 该公司为零售商提供包裹服务 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同时还为制造商提供运输和物流服务 对工业生产具有深刻的洞察力 UPS的业务增长乏力 就是一个实实在在 对经济前景的市井 第二个热点就是前一段时间 说的工会罢工 要求涨工资 华尔街的报道说 除了包裹业务增长乏力之外 该公司还在努力应对成本上升的问题 因为在与工会签订的合同中 司机和仓库工人的工资账户 创下了历史新高 很多人都觉得 涨工资是件好事 但是经济前景不好 公司的钱都不好赚的时候 员工的工资 却和企业的业绩明显分裂 相信无论是对员工还是对企业来说 都是一个风险的事情 除了以上两点 刚才这位首席执行官提到的 人工智能方面的发展和替代 也是让人十分关注的一个趋势 企业高管和分析师表示 除了每年年初经常出现的预算紧缩之外 人们越来越感到瘦身工作还没有结束 人工智能的出现加速了这一进程 因为人工智能可以完成更多 由白领员工处理的任务了 而且企业正在将资源用于开发这项技术 卡内基梅隆大学运营管理学教授 斯里达尔·卡伊尔说 自动化使得获取大量数据 并对其进行分析 做出预测变得更加容易 如今循环中需要的人工数量要少得多 华尔街日报说 UPS已经在努力提高定价部门的 机器学习能力 从而在起草合同时 减少决策所需要的人力 该公司计划在3月26号的 投资者活动中 分享更多有关提高生产率的细节 之前我们看到的趋势是 自动化取代了很多的蓝领工作 那前一段时间 人工智能也开始取代白领的工作 而目前企业正在想办法 用人工智能取代管理和决策的角色 所以一个UPS裁员的新闻 就包含了大量的信息值得 我们去思考和关注 从经济前景到占工资的影响 再到来自人工智能的威胁 这是不是比一个宏观数据 要更真实并且更有意思呢 谢谢观众朋友们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明天再见